那这周末出了什么事 咱们也觉得很好奇 我们说了 这个George showed me to the guest room which he said was rarely used 这个到了乔治家 乔治领我到了客房 就是专门住客人的房间 咱们以前13个说过 guest room不是宾馆的客房 是家里多余的一间卧室 来客人住在这 这个然后他说 这个客房很少有人用 你放心很干净 几乎没人用过 这个床上褥子被子都是新的 这个show不是展示给某人看 而是领某人去某个地方 这是16课的复习 show可以换成动词利益的 领某人到某个地方 来来来来 我带你来 你到我们家 你哪知道在哪 来客房在这 领着你到这来 领某人去某地 咱们复习在第74页 16课中的句子 11行末尾到12行 74页11行末尾到第12行 Aleko deny taking it and let Dmitry into his backyard Aleko否认拿过这头羊 我没拿你的羊啊 并且领着Dmitry到了后院 不信你来 跟我来 到这看看来 是你家的羊吗 这个lad 立的一般过去是领 跟本门的寿是类似的 他领我到了客房 他说这个客房 rarily rarily咱们说seldom 或almost never 几乎没人用过 然后他说了 he told me to unpack my things and then come down to dinner 他跟我说 你刚到我家 先安顿好了 把那箱子里东西拿来 放在抽屉里边 一会咱下楼 一会吃饭 你先在这待着 我去弄饭去 就走了 说得挺好 he told me to unpack my thing unpack 叫从箱中取出东西 这个things 比较口语化 就类似于belongings 就是随身可以带走的洞产 随身的财物 这个things可以换成belongings 可以用那个词 但是我们看到unpack的宾语 可以有两个 第一个就是箱子里的东西 把东西从箱子里拿出来 它的宾语也可以是箱子 本分之后也可以说unpack my suitcase 也行 从箱子里取出东西 注意宾语既可以是箱子里的财物 也可以使这个箱子做宾语 意思是一样的 都是穷乡中取出东西 拉了个大大行李箱 把东西先弄出来 然后下楼吃饭 说得挺好 作者就按照他说的去做了 看下一句话 他说 After I had stacked my shoes and and clothes in two empty drawers I decided to hang one of the two suits I had brought with me in the cupboard 句子都不难 After引导时间状一送句 在我把我的衬衣和内衣 都整齐的叠好 裸起来 放到两个空抽屉里之后 这个stack 作名词叫整齐的这么一落 作动词叫整齐的 把它裸起来 马起来 有这个意思 动词原型 但是去掉异地就好了 shoes是衬衣 and clothes 都放到两空抽屉里之后 怎么样呢 这西服不能放在抽屉里 就折子了 所以说 I decided to hang one of the two suits 这两件衬衣的一件 后面 I had brought with me 是定义丛句了 我随身带来的西服 这个suits 咱们的第四课讲过 就西服套装嘛 放在哪儿 in the cupboard 放到壁橱里边 这个都看得挺正常 但是突然间出事了 I opened the cupboard door and then stood in front of it petrified 我打开了壁橱的门 然后站在壁橱前面 动不了了 被吓呆了 里面出现非常恐怖的一个场景 这个I opened the cupboard door 这没什么说的 and then 引导病毒局也没什么说 stood in front of 就站在壁橱前 但最后出现petrified 注意petrified 直接是过去分子当形容词来用 就是被吓呆的 但有同学说 你前面那个stand 一般过程是stood是动词 后面不应用副词修饰动词吗 为什么句话加个形容词呢 这个petrified当然是形容词 在这形容词修饰的不是stood 不是站这个动作 而是修饰主语 我站的时候 我的状态是被吓呆的 注意本文中是形容词 在这做主语补足语 补充说明动作发生时主语的状态 所以用于形容词 叫它修饰主语 不是修饰位语动词 这个现象 咱们还得看一看 就是形容词adjective 做主语的补足语 补充说明动作发生时主语的状态 本文中站的时候 我的状态是被吓呆的 修饰我 形容词是对的 再看例子 she came home sick 他回家的时候病了 你不能说他生病地回家 这个sick是形容词 他不可能修饰这个came 修饰主语 she 他回家的时候状态生病了 一进家门 脸蜡蜡蜡蜡的 病了 修饰主语 再比如说 咱们看另外一个例子 only the good die young 咱们在十四课贵族歹徒讲过 什么意思 好人不偿命 祸害活千年 the good表示好人 good好的 前面加定国词代表着一类人 就像穷人叫the poor die young 这个样式形容词 难道修饰死吗 是年轻地去死吗 不可能了 是死的时候 the good这个好人的状态是年轻的 他是修饰主语的good 而不是修饰动词die 我们再看一些课文中的例子 比方说看四十四课 二百零四页的第九到第十行 二百零四页第九到第十行 咱们看这句话 inevitably you arrive at your destination almost exhausted 这是个形容词短语 inevitably叫不可避免的肯定的 不可避免的 你到达目的地的时候 几乎精疲力竭了 你注意这个位移动词 arrive at destination是目的地 almost exhausted 当然是形容词短语了 他是修饰这个到达吗 不是 他是修饰到达目的地时 you 你的这个状态 是几乎精疲力竭的 修饰主语的 大家看到 用形容词 对吧 四十四课中还有另外一句话 跟他一曲同共 我们看二百零四页的第二十八行 到第二十九行 二百零四页的二十八行 到第二十九行 这句话更长一些 他说 however you decide to spend your time one thing is certain you will arrive at your destination fresh and encrimpled 无论你怎么决定 度过你的这个时间 有一件事是肯定的 哪件事呢 你将到达你的目的地的时候 神清气爽 并且没有垮掉 就说明坐飞机的这个好处了 fresh 叫精神很饱满 encrimpled 叫做没有垮掉的 都是形容词 他是修饰arrive这个动词吗 不是 是修饰主于你 到达目的地的时候 精神饱满 神清气爽 没有这个舟车劳顿之后 那个exhausted这个感觉 依然是逐于不足于 看到了 这不是这个用法跟本文中的petrified 这个形容词用法是一样的 我站在面前 我的状态被吓呆了 读者就好奇 什么事下来做着一大跳呢 a skeleton was dangling before my eyes 一具骷髅骨在我面前 正在悬挂 而且可能自妞自妞在摇晃 跟活的一样 因为这柜门可能多年没用过紧了 猛的拉开 自妞自妞晃 更可怕了 咱们做dangle 叫悬挂 并可能轻轻在摆动 dang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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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用的好 后面作者进一步说 the sudden movement of the door made it sway slightly and it gave me the impression that it was about to leap out at me 这个门呢 轻轻突然这么一动 sudden movement 突然的运动 就突然就打开门这个动作 made it sway slightly 使得它 sway 咱们词红中讲了 这个肯定是摇摆了 来回轻轻地摇摆 slightly 轻微的 对吧 名字怎么样 它使我觉得 it gave me the impression that but 它正要扑到我身上一样 这个使我觉得 这个搭配是固定细语 我们先把这个句子 语法成分呢 现在看一看 the sudden movement of the door 是整个第一句话的主语 为什么第一句话 中间end的连接嘛 然后这个运动怎么样 made it sway slightly 使这个骷髅 it就是skeleton 轻轻地摇摆 并且它使我觉得 特别注意 这后面 it gave me the impression that 使我觉得 这个that重句是什么重句 当然做impression的同位语 那么给了我这么一个印象 一个感觉 感觉什么 它好像正要扑出来 蹦到我身上一样 注意 give somebody the impression that 尽管字面意思是给我这样一个感觉 但是我们一般直接翻译 使某人觉得就好了 因为中国人不行 用感觉这名词 使我觉得 觉得用动词 更符合中文特征 背起来 give somebody the impression that 使某人觉得 它使我觉得好像正要蹦出来一样 这个更符合中文特征 可以把它替换 也可以说 我觉得它好像正要扑出来一样 某人觉得 一个叫have the impression 或get the impression at 也行 某人有或得到这个感觉 或我们家同位诵句 但翻译成中文 还是把名词当动词翻译 使我觉得 或者翻译成我觉得 我觉得好像正要扑出来一样 我们还有一个在32课会看到的习语 咱们顺便也看一看 跟它特别类似 叫做be-ended impressionat 后面这个nat从句不变 都是同位从句 什么叫be-ended impression呢 翻译成物以为 它强调这个感觉是错的 而前面两个搭配 未必是一个错误的感觉 但be-ended impressionat 一定强调这感觉是错的 但是在本文中可以用 因为本文中确实 它不是真正要扑出来 我误以为它要扑出来 要抓我一样 本文中是可以用的 未来在32课 也会看到这个结构 那本文中带进去 大家我相信都会说了 咱们有第二个搭配 我觉得 是不是可以用 and I had 或I got impressionat It was about to leap out at me 可以这么说 那我误以为 and I was under the impressionat It was about to leap out at me 都可以 你看时不觉得 是本文中的 我觉得 替换这个 我误以为都可以用它 这个误以为这个结构 咱们在32课也会碰到 咱们不妨提前先看一看 就是150页的第十行 150页的第十行 Though the crew were at first under the impression that the lost ship had been found the contents of the chest proved them wrong chest 表示成贵重物品的大木箱子 张木箱 男木箱 尽管船员们刚开始 误以为 沉船被找到了 其实箱子里的东西 证明他们都错了 这to be under the impressionat 叫误以为怎么样 本文中带进去 也是通顺 因为本文中确实 这感觉是错的 但是本文中 记住 时某人觉得 叫give somebody impressionat 某人觉得have or get impressionat 这个未必是错误的感觉了 但是这三个结构 确实都是impression加同位从具 可以同时记住 记住这个搭配 咱们写作不又快又好了吗 鸟枪换炮了 好 再回到这个本文中 那么本文中 这个同位从具里面说 it was about to leap out an enemy 这个简单 be about to do 大家可能特别熟悉 就正要做某事的时候 正要做某事 这个about可不是关于 正要做某事 那说后题 把它换成另外一个结构 be on the point of doing something 也是表示正要做某事 那一刹那 这个point 在这表示时刻 而不是一个点 它是时间点 正要做某事 那个结构眼上 用这个结构 也是通顺的 意思是一样 本文中 是可以把它带进去 it was on the point of leaping out at me 注意到office借词 后面再动文词就好了 看个说后题 121月 请看第12题 121 翻译过来看说后题 最后一题 第12题 Give me the impression that it's什么 leaping out at me it 一个选哪个 只能选a it was on the point of leaping out at me 它正要蹦出来 扑到我身上 那么b选项 be concerned with 叫与某人相关 关于什么 根本不同顺的 什么叫关于蹦出来 不同顺 我thinking of c 正在想着 正在想到某事 根本不可能了 而D学生几乎要扑出来 跟本文中正要扑出来 还是意思不一样 语法正确的含义 跟本文中不一样 一模一样的 只有a 正要扑出来 这个结果也有了 当然 这个蹦用的是leaping out at me 咱们早就讲过这个词了 就用力的往远蹦 这个蹦弹跳 有好几个词 这个leap这个词一定强调 立定跳远 这种感觉 毛足劲 往前蹦 往远蹦 才叫leap 你听这声音 leap 这个用力弹跳的动作 看到了 再读一下 leap leap 这个jump 大家最熟悉这个跳 这个跳没有任何特殊含义 往哪儿跳都行 跳高 跳远 跳河 跳楼都能用它 上下左右哪儿跳都行 但leap是用力往远跳 而这个bounce 咱们还记得实物课中讲过 是怎么个跳 弹跳 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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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皮球落地 蹦蹦 蹦 弹跳 或者一个女孩男孩 蹦蹦跳跳的这么走 有弹性的这么跳 叫bounce bounce bounce 要半圆形的 这么一个动作 这个本文中 用力往外蹦 蹦出来 向我扑过来 用力 就是特别准确 你像咱们以前见过的 阿姆斯特朗 就登月的第一个美国人 他说 这是我个人的一小步 但是却是人类的一个大的飞跃 还记得吗 step 表示普通的这么一步 但leap 表示用力往远 一个大的跨越 人类的一大步 用这个词 用的是非常好的 还有一个 就是非常迅速的 大家还记不记得这个习语 叫by leaps and bounds by leaps and bounds 这个bound 我们讲了 就是咱们讲过动词bounce 的一体字 可以把字母D去掉 换成ce是一样的 都是弹条 在这是名词 by leaps and bounds 固定习语 就不要替话 什么意思呢 very quickly 往远蹦一下 往上弹一下 往上弹一下 往远蹦一下 一蹿一蹦 一蹿一蹦的 非常非常迅速的 咱们再回顾一下 当年听过这个托福真题 看大家还记不记得 3 Your little nephew is growing by leaps and bounds yes he must be at least three feet tall already what do the speakers say about the woman's nephew 好 咱们再听一遍 同时看一个像哪个 3 Your little nephew is growing by leaps and bounds yes he must be at least three feet tall already what do the speakers say about the woman's nephew 关于这个女人的 nephew 这个说话人说了什么呢 咱们错过这个题吧 只能选A了吧 he's growing very quickly 长个儿长得特别快 为什么呢 因为长个儿是 by leaps and bounds 再看看原文 3 Your little nephew is growing by leaps and bounds yes he must be at least three feet tall already what do the speakers say about the woman's nephew 第一个男的说 你这个小侄子 也有可能是外甥呢 咱们在50遍试的麻烦见过这个词的 哎呀 长个儿长得是一蹿一蹦的长啊 是啊 他肯定至少都有三英尺这么高了 他说什么意思呢 当然是表示长个儿特别快 Quickly 来代替这个 by leaps and bounds 也是蹿蹲蹦蹦的这样 而且后面这个动词 后面这个借词用的好 leaps 往外蹦 at me 铺到我身上 这个地方用at比用to好 这个to呢 仅仅瞧到方向 朝我这个方向蹦过来 可能中间还有一段距离 但at是铺到身上 这个用的是好的 就正如对某人大声喊叫 shout to somebody 那是可能朝我这方向喊 中间有段距离 hey 我爱你哦 这shout to me shout at somebody 是从某人大发脾气 站在面前 可能连吐沫星子 连假牙都喷到我脸上了 就shout at me 从某人大吵大吵大吵大发脾气 这强调到身上了 对吧 本文中这at用的好 扑到我身上 这就更恐怖了 坐着一看 站这不行啊 这鬼出来把我掐死了 一只乎西服也不要了 dropping my suit I dash downstairs to tell George dropping my suit 这是伴随壮语 扔了西服 然后dash是猛冲 我猛冲下楼 来告诉乔治 哎呀乔治啊 救命啊 你这见鬼了 扔了西服 跟冲下楼 告诉乔治哪个重要 当然冲下楼去重要的 扔了什么东西不在乎 我得冲我得跑啊 所以dropping 这是用了非畏动词 而冲下楼dash 当了主句的畏动词 我们说主句畏动词最重要嘛 suit就刚才那个西服套装 也不要了 叭唧扔了 赶紧冲下去 但是我们知道这个rush也是用力跑 这个dash d-a-s-h是冲 rush r-u-s-h也是用力冲 跑 有什么不一样呢 略微有点小的区别 这个rush呢 就是匆忙的在走 很快速在走 在跑都行 但dash强调由静止突然启动 这感觉 dash原来静止突然开始跑了 这个时候用dash更好一些 所以大家看到dash这个词 还可以表示短跑 也用它 立定 突然间跑起来了 你看本文中用dash更好一些 rush 强的冲这个动作 dash刚才不是被吓呆了吗 现在马上跑 开始跑起来了 用dash最准确的 为什么告诉乔治 this was worse than a terrible secret this was a real skeleton 这比一个可怕的秘密更糟 这可是一个真的骷髅 我们原来那个家丑 skeleton是比喻 这是真见到骷髅了 我们看到real是个邪体字 还记得吗 李老师在第一课就讲过 邪体字印刷字体变化 是使这个词更醒目一些 说明这个词重要 读的时候不能斜着读 不能说a real skeleton 不是斜着读的 是中读 a real skeleton 这是一个真的骷髅 我以为乔治也会被吓坏了 结果乔治无动于衷 but George was unsympathetic 但乔治一点也不同情我 看我吓成这个熊样 怎么来怎么来 这怎么来 毫不同情我 ansympathetic就不同情的 那要用动词呢 他不同情我怎么算 动词不是sympathize吗 后面加with对吧 是不是可以这么说 but George didn't sympathize with me 但乔治并不同情我 或者用咱们名词 乔治没有表现出 对我的同情 可以这么说 but your had 或者 showed no sympathy for me 但是乔治并不同情我 有同情 have sympathy 表现同情 show sympathy 没有加个no就行了 但注意 后面这次加for 李老师说过 表示感情的词 后面一般都加for 同情也一样 后面加for me 我对你的爱情 不要说my love to you 应该说my love for you 还是加for 但是乔治 无动于衷 根本不同情我 他怎么说呢 oh that he said with a smile as if he were talking about an old friend 他微笑着说 啊 那个呀 他微笑着说 好像在谈论一个老朋友似的 前面没什么说的 注意这as if的从句 as if he were talking about 有同情说是不是错了呢 as if不应该he was吗 为什么he were呢 没有错 因为as if在这 后面可以长跟虚拟器 注意不一定非得跟虚拟 如果跟事实明显不一样 可以用虚拟器 但不见得必须用 本文中不可能真是老朋友 如果真把老朋友杀死 亮成骷髅了 他就没有这么从容了 说明根本不是 跟事实是相反的 这个时候呢 我们知道B动词 要换成war了 而不能用mysr的wars了 用war 你看我们看一个习语 Don't act as if you were the only pebble on the beach 这个里边也是as if加虚拟器了 不要行为举止表现得怎么样 好像你是沙滩上beach 唯一的那个卵池 pebble 不要表现得好像你是沙滩上的唯一颗卵池 什么意思呢 不要自视太高 不要以为没有你地球就不转了 不要以为自己是大瓣酸 别把自己当根葱 为什么呢 没有你这卵石 沙滩卵石 有的是没有谁 地球都照样转 没有哪个菜照样吃饭 不要自视太高了 就这么一个意思 那人不可能真正是卵石 you were the only pebble on the beach 你不可能是围的一块 有很多卵石的 跟事实相反 you were 本文中这个war 也是这么一个道理 好像在谈论老朋友一样 我们说 That Sebastian You forget that I was a medical student once upon a time 那不是Sebastian吗 你忘了吗 当年我是学医的一个学生 来做着明白怎么回事 这个Sebastian 叫塞巴斯迪安 为什么说塞巴斯迪安呢 这个Sebastian 原来叫Saint Sebastian 叫塞巴斯迪安圣徒 名字前面可以加st一点 大家记得第八课讲过圣徒 圣伯纳德吗 本来是个圣徒的名字 为什么是个圣徒呢 因为这个医学院经常解剖尸体 李老师有些朋友也是学医的 当年也要解剖尸体 那么为了对捐选遗体的人表示尊敬 往往在老外给他起个圣徒的名字 就圣约翰 圣瓦伦丁 圣塞巴斯迪安 圣徒的名字表示对死者的尊敬 中国尽管没有起圣徒名的这个传统 但是我们在解剖之前 一般也是对遗体比较尊敬 一般医学院都是遗体 把这个裹尸带拉开之后 连老师带学生将围绕尸体 将鞠躬 感谢您为医学实验做出贡献 这也是表示尊敬 在解剖尸体时 给圣徒 给这个尸体命名 知道这是当时解剖的尸体 然后你忘记了吗 I was a medical student 我是个学医的学生 medical student叫医科学生 咱们medical叫学医的 医疗的 医学的 如果用medical staff 这个咱们见过 第六课讲过 什么叫medical staff staff叫一个单位的全体员工 就是一个医院的全体 医护人员 医生 护士放在一块 叫medical staff 还有一个现在常见 叫medical ethics 这个ethics可以表示 职业道德 所以medical ethics 翻译成医德医疯 就医生的职业道德 我们分别读一下 medical staff 医护人员 再读进医德 medical ethics th 注意要吐舌头 再来面 medical ethics 医德医疯 这就好了 once upon a time 注意这个搭配 一般用在故事情节里边 而且这个里边 upon是不能换到on的 我们说一般来说 upon跟on可以替换 想依赖于depend on 可以换到depend upon 但这个固定搭配里边 是不能用on的 我们读一下 once upon a time once upon a time 一般我们说 很久很久以前 有个公主 叫白雪公主 讲故事用得多 翻译成很久很久以前 一定是很多年了 再来遍 once upon a time 说明现在已经老哥俩了 都60多了 你忘了吗 40年前 很久很久以前 我曾经是个学医的学生了 很久以前 所以说那贵中窟窿 有什么信心的 那是我当时解剖的尸体 你看你睡在床铺底下 还一万多个 到处都是 这有什么害怕 怕unsympathetic 读者看到一笑 是这么回事 不是真正一个贵中窟窿 这是学医的学生 一个解剖的 那么一个尸体剩下的残骸 好了 这是24课 也是一个有趣的一个故事 但是咱们不要把重点 放到故事情节 一定要把里面一些重点的 搭配习语句式 一些重点表达记住 这样的话 对我们写作和口语 帮助是特别大的 当然阅读和听力 这个客观体更是不在话下了 希望大家仔细复习 一定把24课重点记住 不忘李老师讲这一遭 好 24课 跟李老师 我们就学到这 谢谢同学们